9月30日下午3點,離港鄉某養豬場傳出槍響 警方後報後立即派員到現場圍捕 嫌犯以駕車逃逸 警察、嫌犯和被害人平時感情不睦 因矽固產生嫌隙,相約了兩名友人到場住室 在談判一言不合之下,其中一名友人竟拿異常的槍枝朝被害人射擊一槍後逃逸 所信被害人閃避得以未被擊中 經警方兵分多路加強查訪 鎖定陽姓和劉姓兩名嫌犯設有重嫌 立即報請台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深谷檢察官指揮偵辦 並在多處犯險可能常立的處所埋伏 不料其中一名嫌犯生性狡猾 而且有攀岩的習慣 在警方圍捕的過程中,輕易從三樓的頂樓攀爬逃逸 警方仍不願放棄,漏夜追棄 在一日清晨將兩人逮捕歸案 並扣得犯案的非自治手槍一支 全案依違反槍炮單要盜謝管制條例,移送法辦